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高828米重约80万吨 有162层楼造价高达15亿美元 建造它光混凝土就用了33万立方米 除此之外 还使用了6.2万吨强化钢筋和14.2万平方米的玻璃 它就是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塔 这一期视频 葫芦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迪拜塔的建造过程 建造迪拜塔可谓是困难重重 工程团队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 就是如何建造地基 由于这里位于阿拉伯沙漠 地下全部都是沉积岩 不是坚固的石灰石或者花岗岩 如果在上面建造大型建筑 极易出现沉降或者倾斜 为此 设计团队决定采用法式地基来作为迪拜塔的基础 它们让塔身坐落在一个巨大的混凝土上 将其沉入地下24米 这个地基占地面积7400平方米 这使得塔身压力被分散 从而更加稳定 但是这种地基有一个缺点 在建造的过程中不能发生任何移动 否则会导致建筑倾斜甚至倒塌 法式地基的法板由194根混凝土住固定 每根直径1.5米 它们插入45米深的地下 通过与周围物质产生的巨大摩擦力来稳定地基 得益于法式地基的巧妙设计 建成后的迪拜塔只下沉了4公分 但是想要世界最高的建筑屹立不到 单单解决地基问题还远远不够 内部沉重的问题也必须解决 不同于其他大型建筑 迪拜塔主体并没有采用金属结构 而是采用了混凝土胶筑 工程团队使用了一种跳跃式模具 这些木制模具有许多液压壁支撑 混凝土胶筑进去凝固之后 模具就会上升一层 如此往复直至建造完成 通过这种方式 只需要三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一层楼的建设 但是随着高度的增加 出现了另一个难题 混凝土向上蹦送15米大约需要一分钟时间 想要送到几百米的高空需要半个小时以上 在这个过程中 混凝土极已凝固便应使得蹦机损坏 为此 工程团队为混凝土中添加了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它可以改变混凝土的特性 使其保持足够的流动性 并且为了防止其快速硬化 还使用了冰水搅拌 而且只在晚上施工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迪拜塔 它的内部是一个六角形的混凝土结构 这一结构一直延伸到几乎接近塔顶 828米高的塔身内部 一共使用了6.2万吨强化钢筋 可以绕地球四分之一圈 同时800多米的高度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没有额外的支撑 这座塔根本立不起来 为此 工程团队为其打造了三个伏壁 他们将整栋建筑的核心在河里 分散到整个地基板表面 这一设计是首次应用在摩天大楼上 除此之外 设计团队还要考虑到另一个危险因素 就是迪拜每年夏天都会出现强烈的沙尘暴 当90公里每小时的大风吹向塔身时 会形成强大的窝流 这会导致出现低压区 使大楼发生摇摆 严重时可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设计团队必须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 最开始他们尝试用传统的阻尼器来平衡塔身的摇摆 但是这种系统会浪费整整六层楼的空间 为此工程团队为迪拜塔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螺旋造型 它的横界面随着高度的增加而旋转 就像百合的花瓣一样 当大风吹向建筑时 由于不同的高度形状不同 所以它不再会形成一个强力的窝流 而是变成了无数的小窝流 这些小窝流不足以威胁到建筑的安全 这一设计不禁解决了窝流的问题 工程团队还发现了新大路 他们经过分析测算发现 这样的设计可以使楼层盖得更高 这也使得迪拜塔最终建造高度达到828米 建成后的迪拜塔将容纳3.5万人 想要确保如此庞大的人群顺利通勤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此工程团队在塔身内部安装了57部电梯 其中8部是快速电梯 它们只停在43 76和123层 人们可以通过快速电梯换乘到任何楼层 值得一提的是迪拜塔内部的一部特殊电梯 它内衬一层防火混凝土 在发生火灾或者其他危险时 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将26人送到地面 如果世界最高的建筑迪拜塔发生火灾会怎样 828米的高度比云层还要高 如果发生火灾 楼内3.5万人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工程团队在内部设置了多个紧急避难所 这里的空气过滤系统 会将新鲜的空气不停地输送进去 避难所内部还装有一烟系统 这使得火灾引发的大量浓烟无法进入其内部 从而为救援争取了大量时间 迪拜塔的外部有2600块玻璃和铝制成的木墙包裹 单单是安装这些玻璃就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 超过9万平方米的玻璃木墙 使迪拜塔内部温度急剧攀升 为了使内部保持凉爽 设计团队在玻璃外层 涂上了一层可以反射阳光的金属物质 这使得超过70%的热量被反射出去 与此同时 迪拜塔内部还设有数公里长的冷却管道 他们将冷气输送到建筑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冷气来自于建筑外部的两个超大制冷设备 他们通过冷水冷却空气 然后经由地下管道送往迪拜塔 相对于冷却用水 迪拜塔内部的生活用水消耗量更加庞大 这里的3.5万人平均每天要消耗掉 1000吨的生活用水 为了满足如此大的用水需求 工程团队在大楼内部的14个机械楼层内 建造了多个巨大的储水罐 大量的生活用水被迸送到这些储水罐中 然后再经由重力作用自上而下流入管道 大量的水消耗带来的是大量的废水排放 这些废水不能像生活用水一样通过重力流出 因为下降的最高速度可达到160公里每小时 废水中杂质较多 这样的速度难以控制 所以他们将废水储存到废水箱 然后经由可控设备迸送到建筑外进行排放 这一过程经过了隔音处理 所以无需担心噪音对生活的影响 迪拜塔在建成后的总高度为828米 光塔尖就高达240多米 所以也被人们调侃成星际塔 不过这个塔尖也并非一无是处 上边安装了最先进的壁雷系统 它可以吸收来自雷电高达1万伏特的电压 自建成以来这个塔尖已经被雷电击中过18次 这就是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塔的建造过程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